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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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是指使用電視及網際網路等傳播媒體的教學模式 它突破了空間的界線 有別於傳統需要助校舍安坐於課室的教學模式 使這種教學模式的學生通常是業餘進修者 由於不需要到特定地點上課 因此可以隨時隨地上課 學生亦可以透過電視廣播、網際網路、輔導專線、科研社、面授、環授等 多種不同管道互助學習 開辦遠距教學的校院 多提供大學或高等教育程度的課程 包括碩士和博士程度 也有少數院校提供中學程度的遠距教學課程 音樂 遠距信任方式的種類有 第一個規律定期的含售信件指導 第二個經由電視或廣播的電視廣播課程 第三個光碟學生可利用裡面的內容學習 學生可自由透過隨身迷你電腦、手機、自由連線、存取課程內容 第五個綜合的遠距學習 涵蓋線上即時教學及互動之課程 第六個 現在主要都是同步與非同步 那同步的技術是在同一時間 將資訊傳送給線上所有參與者的一種傳避模式 非同步的技術是 所有參與者可以自主地選擇他們的空移時間使用教材 學生不必在同一時間被聚集起來 遠距教學已經跨越了幾個史上的科技變遷 像是印刷品、廣播、聲音或影像會議 電腦輔助教學、醫化教學或是線上教學 以及網路廣播等等 在廣播因為其擴展性尚未成熟的情況 像是在Cava中的國家在印度的FM頻道 頻率很熱門且被大學廣為使用 用來播送多種教育性日式學校教育的教學頻道 像是鄉村頻道 像農夫們教導農耕知識、學術頻道、創意寫作教學 大眾傳播 除了傳統的教育的人文、學科外 還有科學以及行政管理課程 遠距教學有以下的優點 第一點我可以節省我的時間 我可以利用我的所有課餘時間來去學習我的遠距教學 我可以提升我的學習力 跟我認為我覺得我這個部分不清楚的地方 然後我也可以不用擔心交通或者是今天突然下雨 或者是有什麼突然發生的事情無法倒下 我可以利用遠距教學去安排我的另外的時間去補齊 這門遠距教學所需要的時間及課程 然後遠距教學除了可以讓我在線上學習之外 我也可以知道我對哪部分不清楚或者是有疑慮 我可以利用線上發問或者是去網路收集資料 讓我去明白我不知道的地方 讓我更加了解我所需要我所真正想知道的東西 人家說學習跟休息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可以在我認為我累的時候可以暫停我所學的東西 我可以休息之後再去再繼續我的下一段學習 比例我的對於這個知識的吸收及了解 結束 遠距學習的缺點 第一個 無法確定學生的學習狀況 來調整教學的進度 第二個 無法做即時的課堂誤動 還有增加多方面的學習體驗 第三個 觀看影片無法保證學生專心學習 他可能會在滑手機 不然就是他可能把作業做了以後的交差 第四個 同步情況下如果學生的網路不穩 或是他沒有電子設備來可以讓你學習的話 他就會礦課 礦課就很不好 就會剝奪學生的學習權利 第五個 學生有問題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直接面對面跟老師去做問題 詢問 這樣子還要透過網路去查資料 會造成時間上的浪費 請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